數以萬計的香港人8月3日參與旺角載遊行 並且在從太子和旺角到尖沙咀的主要街道上集結 抗議活動在晚間遭到警方以施放催淚彈方式強力清場後 在黃大仙地區由意外爆發嚴重警民衝突 持續到星期日的凌晨 有12萬人參加的旺角載遊行雖然在上訴後獲得警方發出不反對通知書 但被禁止經過旺角中心地帶 不過在反修例遊行下午4時開始後 部分示威者偏離原定路線前往旺角中心 並沿尼敦道進行尖沙咀沿路架設路障 香港立法會民主派議員召集人毛孟靜議員在遊行後 對美國之音表示 香港上一代人未能為年輕一代爭取民主 對他們有虧欠 所以現在的年輕人被迫要做出犧牲 守護香港的最後自由 遊行結束之後更有大批示威者轉往旺角 加入從旺角到尖沙咀的彌敦道 以及從尖沙咀到輪到通往尖東道路上聚集 期間大批示威者包圍尖沙咀警處 警方在晚上9時20分從尖沙咀和旺角兩個方向開始清場 渡輪 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